那么下面我们邀请来自阿玛奇Shalin Sphere社区的张亮 张亮是京东树科数据研发负责人 阿玛奇Shalin Sphere的发起人和PPMC 然后也是京东GDTX 就是京东的15中间间的负责人 他擅长加瓦为主的那种分布式架构的设计 然后目前主要经理就投入在分布式数据中间间Shalin Sphere 和京东树科的分布式15中间介绍 然后募集有出版书籍未来架构从服务化到预言双 好 有请大家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清华和大家 这个是我头一次来大学和大家去分享 然后之前其实分享的挺多的都是跟Shalin Sphere技术本身相关的事 那今天也是头一次可能会去分享一些以开源为主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阿玛奇Shalin Sphere社区的探索与扩展 自我介绍就过去了 因为刚才已经被介绍过了 那我就直接切入主题 大家既然今天想来去听这个分享 那想必应该是对开源会有一些兴趣 那么首先第一页Slide去跟大家介绍的事情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开源 那么做开源其实想要去首先聊的就是我们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收益 这里所说的收益其实不光是利益 而是我们所能真正切身所得到的一些好处 因为如果没有好处的话 大家直接去靠着热情去做 它可能不一定能细水长流 所以说先把这个Slide放在这里 去和大家去聊一下我们到底获得哪些收益 从个人的角度看 其实主要是两方面的收益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好的职业生涯 我相信大家都是清华大学有同学 你们应该不会担心未来能不能找到工作 但是你们会不会担心未来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或者不会担心未来能不能找到比更好的工作还要更好的工作 因为什么是更好的工作 其实每个人可能心里面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通过开源去获得更好的职业生涯 我下面去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是不是你们想要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就是开源其实是有强的招聘的需求 从我所在的京东来说 其实我们是对开源的参与开源的同学是完全开放去招聘的 因为其实开源可以给公司带来很多的收益 比如说通过开源去搭建一个公司的云品牌 那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知道世界其实基本上都是由软件组成的 那么软件其实已经可以改变世界的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的开源其实也会被云平台所广化的去使用 因此在互联网公司 尤其是以做云相关的公司来说 其实开源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做开源一定会有很多的开放的职位去拿到 所以说这些是我们做开源的一个base一个根基 那么有了这个底座作为支撑 我们就可以尽情地发挥我们的兴趣 那么做开源其实是能得到技术和软技能的相关的提升 因为除了去讨论相关的技术方面的东西 我们当然还会去也许会用英语去交流 然后也许去学会如何去发声 如何去推广你做的开源项目和你参与的开源项目 那么它是对你整体的人的所有的技能的一个提升 这也就是企业为什么如此看重开源的人才的原因 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只是低下头去写技术 而是能从一个全方位的方式去运营整个的事件 然后把它产生推动 然后第三个好处就是拓展参与开源同学的人际关系 也许你的工作生涯的所有的人际关系 不再是你的雇主问你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你是不是该去涨工资 或者说你是不是完成了今天的KPI 而是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交流 在技术方面的交流 或者说也许会有出版社会找你写书 也许会有公众号会找你去分享 也许有各种的会议会邀请你去分享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技术圈的关系的扩展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当上面都打造了 那么你最后的个人品牌其实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做开源对我们个人的品牌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打造的方式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 在公开的基础上所能去做到的所有的你所有的努力 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在公司去做一个私有的项目 这个私有项目可能只有你的主管可以看到 或者说你做的好一点 你的主管的主管可以看到 也就如此而已 那么其实你的风险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因为它是取决于你的领导 就不是认可你所做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做开源 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 其实你的风险是十分十分的分散 因为所有的人都能看到 你的价值永远是在一个公开的平台去展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反而做开源做的越多 你的价值就会越高 然后你的风险就会越小 然后你的技术的路径就会越过得越宽 那么第二个就是除了职业生涯之外 我们所能看到就是 其实通过做开源是能享受乐趣的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喜欢去做技术 那么你可能不应该去进入工程师这个行业 因为如果说只是为了烘口饭吃 其实有的是行业可以去做 但是工程师的行业是要发挥自己的自趋力和主观能动性 那么自趋力和主观能动性一定是因为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那么做开源其实就能对你的兴趣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 你会通过开源去进行成长 然后会通过成长去获得乐趣 并且会通过做开源去达到一个成就感 你所做的所有的东西被人认可的时候 这个成就感其实是非常高的 由然而生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阿帕奇基金会 因为阿帕奇基金会其实很难用一句话去说明 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在此 所以说他一会儿肯定会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我只是截了一瓶把阿帕奇的三百多个像放在这里 其实因为像很多 所以说大家可能看不清楚细节 阿帕奇的项目其实非常非常多 我截了几个可能比较出名的项目 这个项目如果说大家是在工作中用Java 基本上120%都用过 没有用过的话一定是通过不了公司的面试 那么可以看到不管是Hadoop returns to the network Mirror 所以说中国的阿帕奇的项目回来越多 他们这些中国的项目就会为我们中国的同学去参加阿帕奇的项目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缓冲 因为阿帕奇的项目毕竟是国际化的项目 然后很多同学他可能没有是在硅谷这样的环境下待过 那么如何去快速地去加入到一个西方的社会 一个西方的项目的合作的手段 可能不一定非常的容易 所以说通过中国的项目去做缓冲 而且这些项目其实是完全符合阿帕奇基金会的运营的相关的规范 但是会有更多的能说汉语的同学 然后和大家去交流 所以说可能会更容易地带着大家 能通过一个中国的项目 然后进入阿帕奇的基金会 然后进而去发挥你们自己本身的兴趣 去做到更多 前边的前文介绍完了 然后后边我想去介绍一下 就是我所负责的项目叫Sharding Square 它是一个数据库的中间层 这个项目只是我结的一个我们的官方网站的首页 它主要是为了做一个微内核的项目 也就是说内核其实是非常非常小 但是它提供了无限扩展的可能 大家听到这个可能又听到了前面的两位想吃的分享 会觉得这个项目是一个天然的可以让大家一起贡献的一个可扩展的东西 这个项目先大致的介绍一下它的状况 对外来说目前有100多家公司注册说他们在使用 但是其实使用的公司会更多 而且我们其实没有全部的渠道去拿到所有的公司都在使用的情况 所以说哪个公司愿意注册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 目前有100多家 然后涵盖了各行各业 也有互联网公司 有互联网信任公司 甚至还会包含一些企业服务和政府机关相关的公司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它是在京东内部被广泛使用的项目 这个和一般的社区项目可能会稍有一些区别 那么它的区别就是 它可能在某些程度上不能像社区项目一样做非常自由的发展 或者说做特别激进的探索 因为它在公司内部已经被广泛的使用 我截了一些相关的系统 但是这不是京东里边所有的系统 只是可能列出一些大家广泛所知道的系统 比如说京东白条 然后京东的超级让户 京东的城市计算 秒级监控 京东云大数据一地海外商城 这些相关的 其实京东内部的系统会有很多几千的都是有的 所以说不可能我一页自赖地把它给列下来 我想说的是 这个项目它是融入了外部和内部 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于稳定 但是又要去满足外部需求 去拓展社区的一个状况 刚才其实两位讲师都聊过 阿卡奇的项目其实不光是它的项目本身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项目加社区 所以说Sharing Sphere也并不例外 它是一个由项目加社区所组成的一个产品 和大家去聊一下 阿卡奇山Sphere在进入阿卡奇的初期 和在现在的一些数据对比的变化 第一个邮件的统计是加入 初期应该是 也不算初期了 是19年的5月份的邮件的统计 可以看到其实邮件只有53封 然后参与的人也只有14个 那么在9月份当时结了一个评 就是邮件已经有48个 然后参与人有34个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上边其实画了一个圈 那个圈的意思就是 我们会把Github上的一些邮件 当时就是放到了阿卡奇的邮件列表 所以说其实大量的Github的邮件 出现会稀释掉邮件列表 而现在我们已经把Github的邮件 从阿卡奇列表里完全摘出去了 所以说还真正的就是阿卡奇列表的邮件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真正的去做的一些讨论在这个里边 然后后面是Github的状态的一个变化 第一张节的图应该是在16年到18年 在进入阿卡奇基金会的前期 大家可以看我也是画了一个框 画了框的意思就是 大家如果仔细能看看 其实这个项目的整体的代码提交的过程 和我个人的提交的播风播股 其实是非常像的 所以说它其实应该看起来 更像是一个个人的项目 而我截的到现在为止的 最近的一个月的图里边去展示 其实我们一个月之内 有15个人分别提交了PR 当时这15个人 并不是说它一共只有15个人 因为15个人是Github显示的上线 然后到底有多少人 可能就需要点到细节里边去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改的代码是有一万多号 然后加的代码是一万多号 删的代码是六千多号 还是一个看起来相对比较活跃的状况 然后并且merge了110个prequest 其实这个值已经相当的活跃了 其他的一些状况的统计 就是在进入iPad期之前 我们Github的start数是五千左右 然后在进入iPad期一年不到 我们的Github已经到了 start数已经到了九千左右 而之前的五千是在两到三年之内去累积的 这九千剩下的四千 基本上就是在几个月之内达到了 所以说它的收关注程度会更高一些 我们的PPMC在进入iPad期之前是十一个 然后在孵化的过程中 有新的Volta两个新的PPMC 然后我们的committer当时是没有 然后在近期这段时间Volta了六个 新的committer 那么contributor从37个直接增加了50个 直接到了87个 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三次Apaq的release Apaq的release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 然后通过这三次release 我们会得到一些更多的经验 然后能让我们的项目 在Apaq的基金会未来会变得更加的顺利 然后并且针对这个项目 我们写了基本上60篇左右的文章 下一边是会介绍一些 Apaq社区的一些关键点 主要是这五个关键点 那么第一个关键点 相信大家刚才耳朵已经起讲过 就是社区优于代码 这个其实是Apaq项目会反复去强调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所做的东西 其实不仅仅是代码 再好的代码其实也是需要由人来去搭建的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去提供一个活跃的社区 然后由活跃的社区去 一同构建活跃的代码库 因为没有不出bug的代码 但是活跃的社区会让这个代码持续的 以螺旋形的方式去前进 那么如果了解Transphere历史的同学 可能会看到Transphere的项目的scope 其实是从一个很小的状况 一直扩展到现在很大的一个状况 而且它的未来还是会被无限大的去扩展 那么第二个我们的K point 就是我们会去尊重和相信 哪一个合作者 因为我们相信去参与天元社区 去参与这个项目的人 是由于他自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对这个事情有充分的热情 所以说我们去尊重每一个参与者 那么我们也会相信每一个参与者 他们是愿意主观地把这个事情去做好 那么第三个就是去做自动化的测试 因为靠人去测试 其实是不一定靠谱的 这个不取决于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也许他本身是不想出错 但是他其实由于精力有限 然后经验有限 或者说时间有限 都不可能完全的百分之百去测试到 所以说我们更愿意用 自动化的测试框架去测试 也就是说当一个contributor 他提交了代码之后 我们的自动化测试框架 只要能通过证明 他提的代码是没问题的 这个其实对提交者也是一个保护 他不会提心掉胆子去提交代码 因为他明确的知道他提掉的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成功还是不成功 第四个就是我们会创建一个自助的渠道 我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用户 而每个用户都直接和我们的开发者去交流 其实我们是忙不过来的 所以我们愿意通过更多的自助的渠道 让他们能自己的去发现 到底有哪些东西 他们可能能直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获取 去阅读去提升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是以公开和远程的方式去合作 公开的方式 也就是说当我们所有的东西并没有在邮件内表 或者没有在GateHub这种公开的地方经过讨论 我们其实应该当它并没有发生过 因为我们是在做开源 我们不是说私下给一个承诺 去帮谁开一个后门把这个东西做好 而是所有的都是经过公开的讨论验证 然后决定可以做 然后所有的都是有据可查 那么大家去做 那么第二个就是通过远程的方式去做协作 远程的方式也就是说大家没有必要坐在一块 没有必要物理的在一起去做 然后去实时的去享用 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异步的方式去沟通 那么异步的方式去沟通 就需要对参与者有要求 就是说他们发的每一个信息是通过邮件也好 是通过ease也好 他们是要尽量的把信息写清楚 因为他的反馈者 他的协作者可能不会实时的给他信息 这个可能和我们大家在微信沟通 这种交互式的问答是不一样的 但一定是需要能经过更详细的思考 然后去写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完善的问题的描述或者说问题的讨论 这样就会达到一些有价值的讨论方式 我们的社区是一个持续的开放 维持开放心态的社区 这里我只是把社区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举了一个例子 在这里不是要和大家去讨论技术 而是想去和大家说 其实社区的功能是非常多 然后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开放的心态 去接收任何我们认为 或者说大家认为有益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绿色的线 是我们的DAV branch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开发的branch的主干 其实在DAV branch上了 然后上边是我们所有的功能 这些功能其实都是让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贡献提交 然后或者说是以minor chain这样 或者说是直接贡献一个大的块也好 我们都可以是去经过讨论之后去接受的 那么下面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已经开了很多的branch 这些branch其实各式各样的 有可能和主线相关 有可能和主线无关的功能 有UI的branch和benchmark的branch 我们已经结束了 就是已经合并了我们主干 并且提供了正常的服务 然后现在开启的 比如说有相关的治理的 更进一步的5.x版本的branch 以及我们的弹性扩扰的branch 还有Paxi后端的高性能能耐多的branch 以及各种潜在的branch 其实都是可以完全开放给大家 然后去和我们一起讨论去贡献 后边说一下就是社区其实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如何去评价一个社区的成熟度 这个是APA基基金会所提供的一个社区的成熟度的模型 然后模型一共分成这么多块都已经列出来了 时间有限不可能和大家一个一个去解释 然后每一个模型里边又分别有它的项目 然后每一个项目其实是有相对的 你的社区到底是达到了这个要求 还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要求往上去做提升的这个样子 后面要说的就是Sharmon Square社区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进了Ata基基金会以后 做了哪些提升 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去让社区做到了快速的扩展 也是分成这么几个方面去说 第一个方面其实是架构本身的扩展 我把这个架构图放在这里 其实也不是为了和大家去讨论技术 而是想说的是Sharmon Square 其实是一个分层的架构 它的每一层的架构其实是很清晰的 然后如果有贡献者去贡献代码 它不会因为改了这而导致那块有问题 它不会是一个一团糟的状况 其实每一个贡献者他所看到的 他所参与的那个部分 只是Sharmon Square的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部分 他其实如果他不想知道 他可以完全不用知道Sharmon Square的全貌 而直接就可以去做贡献 这个图可能看起来简单 那么下一个图可能就看起来得了花哨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仍然不想和大家去解释 到底每一个部分都是要去做什么的 我只是想和大家说 其实它的模块是分成顶级一层 然后第二级一层三级 一共是一共三层的这样的一个拓展的模块 这模块其实有一百多个 那这一百多个都是完全相互独立的 不管是谁 就是像我可能对Sharmon Square的了解会更多一些 但是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掌控所有的模块 我也不可能去把每一行代码背下来 所以说我们更愿意让大家共同去参与 然后让每个人去熟悉 他们本身所感兴趣的参与的模块 而美国模块之间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会让Sharmon Square 把它以物理的方式然后去整合起来 共同去运行 下面说的是指导或者说叫指南 因为如果有同学想去贡献社区 他其实直接去问我们我们到底怎么贡献社区 那我们一片一片地去说 然后可能也不太合适 因为之前说的话可能没有后边说的话那么有价值 因为我们其实本身也是在进步的 那么一年前问我的同学他可能以为原来是这样 他一年以后没有问我 但是一年以后问我的同学可能觉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经验全都落成指南 然后去开放到官方网站里边 所有的想参与我们社区的人 其实完全是通过这个指南能看得到 其实指南分得非常详细 有如何去订阅我们邮件列表的指南 然后有如何去做贡献的指南 然后如何去成为committer的指南 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去做release的指南 刚才说过其实做一次阿发奇的release 其实非常复杂的 他需要去看各种的license到底是否是合规的 然后又需要去看 就是里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电子签名的检测 然后阿发奇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ICN的环境 Mailon的各种的nexus的相关的环境 所以说其实做一次release 即使是我做过了一两次 我也不一定能完全记得下来 所以我们把它完全的生成了文导 这样的话如果有同学已经成了committer 其实他就可以去做阿发奇的release 我们希望每一次release都是可以复制的 并且把经验都完全的接位上来 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落成在文档里的 那么这个文档到底该怎么更新 其实我们也有官方文档更新的指南 所以说所有的想去贡献的同学 都是可以从贡献指南里去找到他该如何去贡献 当然如果想去贡献直接联系我也可以 一会儿我会去分享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后边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规范 而这个规范其实定的是非常详细 从开发的规范 然后到代码规范到测试用力的规范 然后都是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所以说想贡献的同学 他其实可以通过这个规范去看得到 而且这个规范不完全是靠着个人的意志去控制的 因为比如说在编程里面有很多的工具 如像Champ Style这些 那么不满足这些规范其实编译就过不去 所以说我们会在最大限度上以自动化的方式 去让更多的同学愉快的去参与社区 下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划分需求的边界 因为刚才其实聊过Champ Style这个项目可能和有的社区的项目不太一样 它毕竟是一个从公司去开源的项目 在公司里边已经大量的使用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把公司的项目让它变得不稳定 然后因为刚才大家看到像金东白条这种还是比较重要的项目 如果挂掉一分钟可能我赔不起这个钱呢 所以说是要把相关的东西弄清楚 我们会把项目的边界或者说叫需求的边界 缓分为公司的边界和社区的边界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的项目的参与者也是社区的一部分 我们代表的是我们针对这一块的需求所感兴趣 并且我们希望这一块的需求去保持稳定 而社区的需求可能它有的需求是需要快速扩展 需要去试验需要去讨论新的技术 然后能快速的融进来这些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目前在我们去看公司的项目的公司的需求 尤其是bug这种相关的级别会是比较高的 那么社区相对来说当然如果有bug级别也是很高 但是如果是一些新的技术方向的探索 那么我们会把它的优先级放到比较中等 并且希望留给参与者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空间 让他们可以去进行充分的探索 那么公司的需求当然是有代表案的 那么社区的需求一般我们都是会用mouse的 就是我们定一个里程碑 那么在这个里程碑结束之前 我们需要讨论好哪些需求 我们是要讨论清楚要做还是不要做 或者说做到一个什么程度 那么公司的项目我们 公司的部分我们尽量还是保持要稳定 那么社区的部分我们当然是要保持完全开放的心态 所以说现在有一点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就是我们其实有了比较稳定的版本 这个稳定的版本交给公司去使用 他们一般可能不会轻易的去升级 所以说只要他们不升级 那么那个版本他们用就好了 所以说新的版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很多的技术的探索 技术的碰撞交流这些相关的事情 然后下面要说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了一个多元的沟通渠道 这个多元的沟通渠道可能和一般的阿卡奇的项目不太一样 首先就是头两个是比较正规的 就是我们是通过Github去交流代码任务 然后它只是只能用英文 因为我们都是无国界 开源无国界 如果只用中文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的开源 只能限制在我们国内的范围 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邮件内表 然后去发送一些通知啊 一些决定相关的事情 当然也主要是用英文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英文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但是对于微信和公众号 其实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开放 因为在现在大家都是90后是吧 有没有00后 还真有00后 好吧 现在我们可能用微信能去获取到更快速的信息 那么一些可能不太成熟的想法 是需要通过微信去进行快速的讨论 然后去让它渐渐的去成熟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接受这样的讨论方式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微信 当然讨论跟技术相关的一些快速的 可能还没有太成熟的想法 需要快速回复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但是在我们觉得讨论的差不多可以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它总结成为英文的有限列表也好 或者说可以看成了疑似也好 然后把它反馈回去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讨论的中间状态 它不一定是最终需要体会在邮件列表上 因为这样的话邮件列表可能会看得很散 毕竟说大家去看邮件列表肯定不想说一封邮件是一句话 像微信那样去讨论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微信的平台去把一些信息做聚合 然后最终把有价值的反馈给邮件列表 也就是说最终其实是要通过邮件去做我们最终的决定 但是我们提供一个缓冲的平台 那么这个缓冲的平台可能是让很多国内的小伙伴们能看起来比较开心的 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一个他们熟悉的方式去加入一个国际化的项目 那么最终我们公众号去发布一些文章 然后目前还是以中文的居多 我们其实也尝试发布过一些英文的文章 但是社区的同学可能经历还有限 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想去做国际化社区运营的同学加入我们一起去做 最后想去聊一下就是到底去怎么去贡献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去贡献 然后代码是在一个部线小角落 它只是所有贡献的其中的一个 那么如果说有人想去做分享 不管是通过文章的分享 还是通过Presentation这样的分享 或者说在社区里面去回答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邮件列表 可以通过ease的方式 还有就是如果去做UI设计 比如说我们本身有UI界面 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后段的下方但是有很多前段的神经要素 包括我们的官方网上怎么能把它做得更漂亮 然后还有就是文档以及翻译 翻译文档可以把文档从中文翻译英文 如果可以的话翻译到日文翻译到法文都没问题 这些我们都是欢迎的 然后后边才是coding对吧 这个可能是大家觉得可能一个技术性的项目代码是最重要的 其实代码和其他的是一样重要的 没有哪些更重要 然后还有就是医塑的一些调查相关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欢迎多元化的同学 然后有多元化技能的同学去贡献社区 这个就是我最后要去说的就是想去贡献社区的话 有下边的几个途径吧 然后我们有官方的网站 然后我们有gethub的地区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第三个发送订阅邮件去订阅到我们的邮件代表 当然可以通过扫描这个维码去加我们的小机器人账号 然后我们小机器人账号会把您加入到Transpital社区里边来 我看没什么人的扫码 大家谁注意要不扫一下 然后以后都可以多和我们去沟通联系 以各方面的方式去参与社区吧 我相信参与轮社区的同学 你们应该可以去获取到更好的职业生涯 就像我一开始就说了 做开源可能就是会满足一个你们对于技术本身的需求 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知的一个提升 因为你可以想到就是你可以去跟全职所有的和你的兴趣 或者说他们的领域相关的感兴趣去进行交流 所以说他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平台 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 你做一个行业 其实不好说实验也好 还有没有这个行业 对吧 但是做开源这个领域 其实他应该是可以跟着你很长很长时间的 那我分享今天要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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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